罰票不罰昌 法律不空窗 妇女团体今天在立法院前 呼吁立委们尽快协商性交易法案 让下周日将失效的社会秩序维护法无缝接轨 并采行立委黄淑英所提的罰票不罰昌 那即使11月6号是最后的一个截止日期 那如果都没有处理的话 这个法律就自动失效 所以这样就会变成一个空窗期 所以我们希望立法院赶快进入协商 台湾女人连线秘书长蔡婉芬 也反对内政部所提的设立性交易专区版本 不管是从过去的历史经验 还是国际的经验 罰票不罰藏 才是真正有办法去缩减性产业 去遏制人口贩运贩卖的问题的 一个最好的解决之道 内政部今天回应表示 性交易专区版本是经过两年多 许多专家学者和地方政府 共同得出的结论 与其继续争论哪个版本对 不如督促立委尽速通过 避免设为法师效后造成的空窗期问题 我的选票不投给支持性产业的立委 台湾行报记者陈昭瑜李怡峰采访报导 继续亚 好